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關心熊場 今天呢 是組樂高的日子喔 它是B&W的重機 對 有點抓不到那個節奏感 好啦 今天要拍的就是代號42063喔 B&W R1200GS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是Technic系列喔 也就是說呢 基本上你只要有動力組什麼的 應該...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連接起來耶 沒辦法掛保證是不是可以動呢 好 不管啦 我們就試試看好不好 因為我第一次玩這種樂高的 機車系列 來了 這個是... 高中同學 孫習 他現在非常低調 浮煉露面 不要 不要拍啦 這是他的輪胎 胎皮啦 然後這是他的 輪胎 不錯耶 輪胎大概就這麼大 所以機車想必是蠻大的台 但是零件量還蠻少的耶 說明書的話呢 有兩本 因為它有兩種型態啊 它是二合一的 所以你可以選擇BMW或者說這一台戰機 我覺得戰機就有點...有點硬喔 它設計師是把東西連線拆在然後再組成另外一邊 對啊 所以這個就是有點... 別方案的感覺啦 沒有那麼完整的感覺 所以今天就組機車為主 好 啊對了這一盒呢 有一個特別的頂 就是說 因為它是跟BMW聯名的嘛 所以它有BMW的貼紙 TECNIC系列40週年 所以有送一個特別的磚喔 給我追加到嗎 40週年的磚喔 好啦 那就開始囉 GO 好的各位觀眾 萬眾矚目 炮死了三個多小時 我們的BMW重機即將登場 3 2 1 登場 就讓我來為你們一一解說這台BMW重機呢 有什麼特殊的功能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這台機車呢 採用的是中置避震器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軟Q度如何 感覺蠻Q的喔 實際的效果就像這樣子 很好玩耶 好 後面有避震呢 前面當然也有 也是藏在這個地方 看一下前面避震的效果 哇 前面避震感覺更兇了喔 接下來之前提到的側柱在這邊 是站得起來 而且是非常穩固的 這個是跟市售的模型 一模一樣 你看 這個靈活度 然後呢 當然要提到的 它的引擎的活塞 這是連動到後輪的 所以我們後輪這樣動的時候 它是連著一根傳動軸 引導到這邊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後置物箱的位置 可以看到有BMW字樣 雖然只是貼紙啦 置物箱打開 這邊有一個旋鈕 打開 裡面置物空間長這樣子 掛包的置物空間 像這樣子 輕輕的抑壓 打開了 這個也是 好啦 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輪胎了 後輪是重點啦 因為後輪有連接到這個活塞位置 那前輪的話呢 就非常的滑溜了 你看 它可以滑非常久 你這樣用力一點 再加個綠幕 感覺就很有view了 真的很有view耶 接下來就是萬眾矚目啦 動力組配上這台BMW重機 會是怎麼樣的情景啊 這個動力組真的是非常好玩 它把一些科技系列的搞得非常好玩 我們就來連接一下後輪的位置 好啦可以看到後輪有一個固定的 我們就把它拔掉 這樣子 就露出來這個十字有沒有 十字是最好辦的啦 因為 動力組 它也是十字的 所以我們只要把它接上去 像這樣子接上去之後呢 打開我們的開關 GO 各位看到了嗎 你們看那個活塞 那現在可惜的一點就是說 我們後輪可以自動了 那前輪怎麼辦 前輪也沒辦法了 只能手動了 我只要這樣子配上一個綠幕 再配點音樂 完美 真的是完美了 就很像一台機車真的在動的感覺 一邊玩一邊手動轉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這次的樂高BMW重機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呢 我現在只要看到Technic系列 可以接上動力組的 我就覺得很興奮 想要看它跑起來的感覺是怎樣 那也歡迎你們提供一些好玩的Technic盒組 我就去把它找來 並且接上動力組 實測給你們看一下 今天就到這邊 那我就來看這支影片 不是在那邊就有新影片 在那邊啦 See you